我問你這個問題 是第一次參加馬拉松嗎 對 第一次參加 然後有沒有什麼期待 打車怎麼樣 是一個挑戰嘛 我覺得挑戰一下 然後再加上今天天氣還比較冷 然後下了點雨 然後恆電馬拉松 你覺得跟其他馬拉松 有什麼區別嗎 因為我覺得這一路上 都會比較有意思 因為會圍繞整個恆電 好多景區會跑 所以跑起來我覺得 應該不會那麼乏味吧 應該每個景區都很熟是不是 對 很熟 平時在那個派系的地方 然後今天要來這邊跑 會有一種不一樣的心情嗎 會啊 然後平時因為都比較匆忙 就會從酒店去化妝間 從化妝間去現票 然後這一回就會 可能會比較細心的一路跑 一路慢慢去整個恆電區 花花觀看 可以看到多景 對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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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百貨杭州武林總店在搞活動 不僅有明星助陣 大家期待已久的預購也開始了 朱一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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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一龍住鎮 銀太百貨杭州武林總店 今天迎來預購第一天 人氣就是你能想像的最火爆的狀態 走進店內 一樓 我真的好帥 我太帥了吧 這個是 等一下等一下 讓我緩緩 那你別放花痴好不好 我們正常工作好不好 看一下你的 我真的好帥喔 你好高喔 你有多高 一米八八 天啊 我以前 我以前感覺我已經算得上那麼高 不算了 然後站在那邊上 還說窮目吃人 太高了吧 你多大呀 我二十歲 二十歲就來找對象了 沒有 陪朋友來後來走丟了 走散了 走散了 太多了嘛 那你自己冒昧玩笑 有女朋友嗎 還沒有 還沒有 那順便今天也是自己看一下對不對 五歲的 喔 就是無心插流 柳成英 剛剛坦白交代 那個女孩子是不是問你留了號碼 沒有留號碼 喔 那她有問你年齡嗎 問了 她比你小一點 她應該也是學生吧 比如是九年後 喔 這次九年後也蠻多的 喔 現在九年後都上完了 九年後都已經是晚婚了 好像我們都八年後怎麼辦 是不是覺得我們這個平台 還夠大 所以就過來看看 對 那你自我介紹一下唄 想找一個什麼樣的女孩子啊 我還太早了吧 我自己來錯個字吧 沒有 這個從娃娃打字 哈哈哈 你是男人 杭州人 杭州本地人嗎 杭州本地人 哇 杭州本地人 我從來沒見過杭州人長這麼帥 我以為我是全杭州最帥的人 哈哈哈 你這句話得罪了多少杭州人啊 來來來 還是跟我們講一下你 你對女孩子的一個要求 我覺得帥哥對 是不是會喜歡美女啊 性格好一點 性格好一點 性格好 長相不重要嗎 長相重要 但是參半吧 內外在跟內在都要對 哦 一般帥哥都是要用眼神殺死女孩子的 來 給我們泡個媚眼 我精神眼 一下 精神眼咪在那邊才是 才才是對媚的時候 來猛一個 一二三 Action 我不行 真的好帥 真的好帥 我知道我 夠心一直在跳 像像我們隊伍這樣 會會好 這個啊 直接想都不想就牽走了 哦 牽走了 嚇死我了 我在想一點面子都不給 我剛才以為他說 廢了 想都不想 我不會考慮 但是太小了 我後不就 這麼一個大帥哥擺在那裡 我覺得看看實在是太可惜了 嗯 所以汪洋我覺得我們應該帶著他 趕緊去Solo一些 比較適合他的美女們 是的 需要 但是他沒有編號 因為是現場報名的 他還需要編號嗎 他的個子 他的項目就是他的編號 如果說電視之前的朋友 看中他的話 趕快到我們現場來 因為他是最醒目的最高的哦 哇 趕緊鬥起來 是的 啊 啊 啊